FTX破產風暴 其實影響了非常多國家 而台灣也被認為是個重災區 因為短短的時間 有30萬人受到影響 他們的這150億元 到底救不救的回來 還是個未知數 但根據調查 其實台灣在今年1月到10月 有到訪到FTX當今是15.5萬人次 而全球十大受到衝擊的國家 其實第一名是韓國 第二名新加坡 第三名是日本 台灣被列為是排行第七 而台灣的部分可以看到是 大約是有50萬個投資人 當中從1000美元到1萬美元的 受害人數來到了38.1% 而另外1萬到5萬美元的 佔了30% 那可以知道是 至少30萬個人受到影響 而且這150億可能就是就此蒸發了 而我們看看這個FTX 他其實是有一名 這個叫做Sam Batman Fred 他其實只有30歲來創立這個 那可以知道是他創立三年 就列為全球第二大的交易所 被向這回宣告破產 而可以知道是他期限前50大債權人 是將近950億元 是這麼高的這個數字 那可以知道是這次投資下去的 除了一些小資族之外 其實有很多是 包括是富豪甚至藝人等等 而且他們都是好幾個億下去 因此這次有人形容 是一個異級的慘劇 那麼台灣金管會 有沒有可能協助呢 那目前瞭解到是 因為他是設置在境外 因此並不是在金管會 可以管轄的範圍 不過目前是已經有四大平台 協助受害者來向美國來申報債權的訴訟 同時也提醒大家不要輕易地 把自己的個資交給不知名的管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